这好像就是蔡忠培所说的那个县城 这个县城还真不小啊 要是个小县城 就根本不可能有电台 可是这么大个县城 敌人的守军就一定不会少 我们在这猜测是根本没用的 首先应该先摸清楚敌人的情况再说 我听秋姑说 她好像有个表叔就住在县城里 那好啊 我们可以通过她表叔 了解一下敌人的分布情况 然后再做打算 对 桃花江上没人多 桃花千万多 呀比不上没人多 会长 您的段子可真多啊 是啊是啊 我可听说会长最喜欢 黄奸黄本的金灵塔呀 当然 这个会长大人特别高兴 能不能您看把您答应过的份儿钱 给我们小段分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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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哎 给你 你以为老爷我喝了几口猫尿就晕了 我告诉你 哎 我心里门清 想糊弄我门也没有 滚滚滚滚 爹 我 哎呀 牛 你是谁呀 我说二叔啊 你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我是您的侄女秋姑啊 秋姑 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您的爹和我父亲的爹是兄弟 您和我父亲是堂兄弟 您姓黄 他也姓黄 所以我也姓黄 哦 哎呀 你爹叫什么来的 叫叫叫 哦 对了 你爹叫真灵 对啊 你们都是真字辈的 哦 是真灵的女儿啊 哎哟 怎么混了这么一身皮啊 难道您忘了吗 我参加了红军 投奔了共产党 哎呀 那么你今天找我 有什么事吗 叔叔 您怎么想起留胡子了 哦 我这不是当了胡子 会长嘛 留点胡子 不显得有点颜刚之气嘛 会长 那我们要请会长帮个忙了 我们想弄清楚 这县城里边 国民党部队的兵力部署情况 来人 哎哎哎哎 别见别见 哎哎 你们想知道什么 哎哎 本会长 何畔拓出啊 哎哎哎哎哎哎 您俩给我听着 从今天开始 要是不想让自己的脸蛋破损 都给我闭上嘴 当个哑巴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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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手 风 至于你 你的一切尽在我们掌握之中 你一个所谓的商货会长 竟然勾结关政药员 倒卖枪支弹药 然后又伙同土匪 贩卖鸦片 就你的这些行为 根本不需要我们动手 一旦你们的政府知道了 别说你这顶木纱帽 就连你的小命 恐怕都难保 我可是被人家吓打的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 就算你能买通他们 我们几个也不会同意的 她是猎户的女儿 什么打个狼啊 杀个虎啊 可都是扫刺一点 我也不是狼 也不是虎 这这这 没必要杀我呀 好 那现在就来给我们说一说 部队的部署情况 根据黄会长交代的情况来看 整个县城一共驻扎了一个连的兵力 有百十来个人 而敌人的指挥所 就在县衙附近 指挥所正中间的大堂 是敌军关办公的地方 我相信机要事就应该在这指挥所的附近 所以我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想办法进入敌人的指挥所 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呢 既然秋姑的叔叔帮了我们那么大忙 何不让他再绑一次 你说什么呢 他是我扒杆子打不着的一个表叔 那也是你说啊 我觉得英子说的没错 我们确实应该从黄会长身上下手 这样 如果大家没有疑 明天一早上我们就开始行动 你们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等等高宁都他们 以前他们在的时候我没什么感觉 可是现在他们不在了 我总是觉得心里没底 照你这么说 他们不在的时候 我们的仗就没法打了 没错 女子独立团的战士 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的性别是个问题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们不如你们 没法跟你们比 是吧 有这个意思 你有这个意思啊 那行 这次行动干脆交给我们班来完成 大华 他们说的对 我们确实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没有自己看不起自己 你别说了 能不能干点别的去 干什么呀你 你们别理他 志宏 咱们仔细研究一下明天进城的方案吧 都走了大半天了 还见不到他们 他们这是去哪儿了 是啊 我想 智宏他们是不是到那个县城去了 哪个县城 就是那个福禄说的县城 那我们就朝县城的方向走呗 我看 天也快亮了 要不 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来 来 慢点 慢点 来 来 想睡 想睡你就睡会儿吧 要不 你们俩歇会儿 我去警戒 来 睡着了 走 我们到书边坐一会儿 来 慢点 慢点 你好点了吗 其实我已经好多了 可是他非要背着我 你也来睡会儿吧 来 靠着书干 昨晚上你说你父亲老灌你酒 你应该也很能喝吧 嗯 不多 但这要喝起来 三两二两的不在话下 我父亲说 像我这样的女孩子 体内能够分泌一种霉 这种霉是能够结酒的 所以我不太会醉 我一听到你弹起你的父亲啊 觉得你好像对他特别地敬佩 不是敬佩 是崇敬 他是一个好人 从小他就特别地宠爱我 他教我诗歌 教我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应该做什么样的人 那你的那本白痴 也是你父亲留给你的 是啊 那是他临走时 最后推荐给我的一本书 那他去哪儿了 随部队调房了 他也是红军啊 那他干嘛调房 那他干嘛调房 你就别问了 他不会是国民党吧 怪不得你会同情那个蔡忠培 你告诉我 你父亲他是不是国民党 你想知道什么 你想知道什么 那我告诉你 他是我父亲 生我养我的父亲 你满意了吗 我明白了 看了我的判断没有错 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 快醒醒 快走 请啊 静点 快走 快点 静点 快点 快 跑步 跟上 我们怎么办 看来 他们是向着县城 放上去的 也许就是老跟着我们的 那支敌军 我们要赶尽想办法 尽快归队 有什么路 可以去县城吗 跟我走 好 你 偷 你 我 有什么事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救命啊 什么声音 舟队长好像是有人在喊救命 走 看下去 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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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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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狼 怎么回事 哪来的狼 我看你鬼哭狼嚎的样子 倒挺像狼的 瞧你这这出去 真有狼 给他送忙 快点 快 你还好意思活着 蔡忠培呢 谁呀 什么这狠大的 蔡忠培人的 没人接走了 谁 一个红军 往哪个方向去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当时我被打晕了 差点还送了命 你这个废物 平时的能带就是哪儿去了 传我的命令 向金县城进发 是 是 弟兄们 向金县进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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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我说你是什么人 我这 我这馒头刚蒸好的 你干吗呀 什么干吗呀 我鸭子就没给你弄掉地 你是你自己弄掉地 你们吵什么 老总 老总您来得真好 您给我们拼命令 你说我鸭子碰着也没碰着的 非得说是我把他瞒得给弄掉地的 我鸭子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 那不是你是谁呀 你是个猪婆娘 你说谁婆娘的 你才是婆娘的 你不要吵到旁边吃草 老总 你们别漂亮了 老总你看看 他这人傻坡的 你看看他 你弄我马头啊 我啥时候弄你马头 是你自己不要 就弄我这样的 让我到旁边不走 我告诉你 我今天要不是马头赶紧 我跟你没完 你别走啊 我跟李律给我站住 别走啊 别走啊 别围着 散了散了散了 action 注意到了吗 我们右边应该就是县政府 我不计 前面应该就是他们的手nar 看样子他们静悄的并不严 再不严 想看我们几个女的窗明去 那也是挺难的 先别急 咱们都听矽红的 先去那边 你还带连长 黄会长 幸会幸会 来来来 上座上座 请 黄会长 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了 给 这可是上好的货呀 好货 黄会长 可是我今天没带钱呢 那可不行 你上次的钱就没给 你以为我是干什么的 是开当铺的还是开钱庄的 我怎么垫得起这么多钱呢 你可少给我来这套 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 上次 上次我给你那批枪 足足便宜你好几倍的价钱了 你看看 生气了不是 跟你开玩笑呢 什么钱不钱的 俗气 都是兄弟不担钱 来 来来来 几个乡下妹子 想到城里打点灵活 不知道咱们守备里 是否有灵活给他们干呢 要求不高的啦 赚点碎银俩啦 这么俊的姑娘 你让他们去干灵活 你该让他们去赚大钱吗 我们一个个黑不溜秋的 能赚什么大钱 是啊 你们确实黑了点 不过呀 这太阳一落山 你们连人影都找不到了 乡下妹子 她能不黑吗 行了 这事啊 都包在我身上了 不过啊 这军营里边那些恶狼 你们可要小心咯 快快些 三年长 小女子迹象有礼了 兄弟们 都出来了 我呀 给你们带了几个零工 你们有什么喜喜涮涮的 缝缝补补的 都把你们的衣服 拿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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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走 我的妈呀 走 走 走 笑你多衣服 洗到红年马上去 别 别走 我没办法吃红药 跟你的小舌头 丫头 洗减多少钱呢 天啊 哎呀 这么难啊 让哥陪你睡一样了 好吧 好 这漂亮的妹子 干这个 回了 姐 姐 姐 不好了 不好了 我妹子 我妹子在山里边看茶 我都不小心滑山沟里去了 这会儿好像是腿摔舌了呀 你 你赶紧想办法想想办法呀 想办法呀 我去救他们 丫头 要不到我这儿来养伤 我好吃好喝照顾他们 好不好 好 求您帮个忙 帮我们找个大夫吧 是啊 你是好人 帮帮忙吧 求求您了 说实话 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 那我求您了 帮我们发个电报吧 让他家里来个人 不然的话 我可担待不起 发电报的就在前面 要不要带你去找个人 看 就在那边 吵什么呢 吵什么呢 我说山里边 你们这儿干嘛呢 他们是皇后长的朋友 在这儿找点灵活 找活干 啊 都是一群农村女娃子 都别围着了啊 该干嘛干嘛去 走走走走走 走了 走了 分了一会儿 在这儿干活可以 可千万别到处乱溜达 别忘了这儿 到处都是当兵的 好 交给你了 明白了 别在这儿扭一虎 黑夜走山路疑神疑鬼 别站着了 好 干活去吧 哎 那能帮着发个电报吗 想都别想 不要走 我去那儿找到 走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想 我们想撒个尿 不 解个手 解个手 毛房在那边呢 不过那边的毛房只有男的 你们互相要看着点 知道了 谢谢长官 谢谢长官 我们这是走了多久啊 怎么还没到县城 这路到底在哪儿啊 这儿应该有路啊 那路在哪儿呢 亏你还是个本地人 你到底想帮我们带哪儿去 你别埋怨他 让他好好想想 再想 再想我们离咱们的人就越来越远了 你能不能别嚷嚷了 我怎么感觉跟你在一起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好像你的年龄比我还小 是啊 我又不是那个蔡忠培 他能给你安全感 还有你那个爹 你真够恶心的 怎么会连我爹也嫉妒呢 这不叫妒忌 这叫恨 我恨你爹这好人 我恨国民党 我爹是招你了还是惹你了 他哪儿得罪你了 你凭什么在别人背后 说这样的坏话 我爹就死在你爹那好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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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被国民党抓住的 他是被国民党抓住的 他们把他的脑袋 摁在闸刀底下 这你该明白了吧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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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急啊 你别急啊 好好休息一会儿 你再想想啊 别急 你们两个也别争了 你们两个也别争了 我们在这儿休息会儿 先吃点东西啊 要是有东西吃 我就不急了 我这儿还有一点儿 白雪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饿了 白雪你怎么样 不用你管 沙宝易 你去哪儿啊 找吃的 你别走太远了 对 蛤 你别走太远了 你啊 你别走太远了 你不要走太远 我这儿真的退了 你给我爸 你可以做好 我其实对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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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弄清楚了 敌人的机要室 就在前院指挥所旁边的屋子里面 守卫廉的戒备虽然不算分岩 但也足足有百十来号人 整个大院的四周 全部都设有岗楼 一共有四个出口 分别是前门 后门和两个侧门 而两个侧门又设在后院的 左侧廊道和右侧廊道 既然是这样的话 你们有没有想过放弃这次行动 我也很矛盾 打吧就相当于去纵死 可不打 我们怎么弄到电台 弄不到电台 又怎么跟大部队联络 以我看哪 你们这群姑娘那就算了 秋姑啊 劝劝他们 赶紧离开这儿吧 警备联一百多号人 那是开玩笑的吗 就说他们沈连长精明着呢 我跟他打交道 多了 他这个人啊 那身上要沾上毛 那就是只猴 猴精猴精的 你们对付不了他的 我说你这个人 是不是吃了泄药啊 怎么老说泄气话 这 这我是为了你们好啊 好什么好 我看你啊 是在为你自己着想 这 这是好心当做驴肝飞 不过 我总觉得硬弓是不行的 这不是以卵击石吗 硬弓是不行 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制取呢 怎么制取 守备联的警戒并不是无邪可击的 白天我和大花就几乎要接近几钥匙了 所以说我们是可以寻找机会的 没错 我们绝对可以找到机会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明天有小青出面 我 你可以扮成商人 想办法接近沈连长 扮成商人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 黄会长 明天可就要看你的了 你想办法把他带进去 不行不行不行 到时候你们拍拍屁股走了 我捞个通匪罪名 他们还不把我拉出去 一枪给毙了我 不行 你难道就不怕 我现在就一枪八点给毙了吗 我反正是老鼠钻到风箱里 两边受气 你妈的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明天帮我们打个电话 干什么 是这样的 明天我们到了守备联的门口 敌人肯定不会轻易让我们介入的 到那个时候 你给门岗打个电话 就说我们这位同志是个富商的女儿 她要找沈连长有钥匙相伤 明白了吗 不行 那绝对不行 我看你的脑袋摇得比波浪鼓还还 你是真不想活了是不是 叔叔 不就是打个电话吗 到时候如果有人追查 你就跟他说 你没打过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 我 行吗 行 行 还有件事 明天我们想借你的车用用 不行 这绝对不行的 别别别别 我又没说完全不行 我的意思是 我再帮你们找回亮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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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宝爷 你拿 发生什么事了 这怎么办啊 啊 这是猎人社的陷阱 专门用来对付动物用的 那赶紧想办法把它打开啊 啊 啊 拌不开 啊 那怎么办 想办法 把这个铁链先打开吧 啊 这么粗的铁链 怎么弄断啊 来 来 给我 给 放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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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蹬蹬蹬 蹬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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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鼠 你们两个负责警戒 是 刘马 把你的表借我试试 还有五分钟九点整 黄会长会打电话门门岗 我估计 你们进门 不会遇上太大的麻烦 进门以后 迅速进入后乱 想办法把左边的侧门打开 我跟英子会在侧门等着你们 然后咱们直奔机要室 躲到电台以后迅速撤离 记住了 九点十分 黄会长的车 会在侧门等着我们 我们行动一定要迅速精准 不给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明白吗 明白了 别紧张 千万要放松 别忘了 你是个演员 对 我是个演员 我一定要让他们成为我的西米 行动吧 他们怎么会来的 这帮人干嘛呀 就跟尾巴似的 怎么摔都摔不掉 那我们的行动还照常了 我觉得应该取消 不 照常进行 我们应该把情况摸清楚了 再做打算 可我认为 现在反而是最好的机会 来了这么多敌人 你竟然还以为是最好的机会 没错 等他们一旦安稳下来 我们想要进去就更难了 你这是 让大伙去送死 你这是冒险 你错了 我正是为了想让姐妹活下去 才必须去冒这个险 你怕了 这跟我个人无关 还有一分钟 来不及了 你看着办吧 好 时间快到了 赶紧的吧 我跟你说话你家伙 好了别说了 烦人 你们是钱庄的 不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有一些生意上面的事情 想跟你们连长谈一谈 行等一等 我就通报一事 喂 行我知道了 知道了 是黄国长打来的 是黄国长打来的 你们想进去 还要通报一声为好 我说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腻尾啊 算了吧 咱们走 这儿的门槛太高了 咱们跨不进去 小子也是旅行公务 请见谅 请进 新南威之队伍 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 嗨 能有什么事儿啊 好像是县城里混进了共产党 快 我来干掉 你 不是给我害羞 快点 不是给你 别紧张 咱们快走 走吧 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咱们先别急 再等你们 你们先别急 伤长 对 你们再回来 好 好 快 我们在那边 咱们怎么聊个没完呢 狗子 班长叫你过你的 马的 走 快点 你给我快 你给我 对不起了 就剩下四分钟的时间了 你们两个留下 其他人跟我走 我们是什么 电台被转移了 肯定是追我们的那些人干的 我们的想法被他们猜到了 怎么办 只能孤注一掷了 你想干什么 他们那位连长 一定知道电台在哪 不行 这让太危险了 万一被敌人发现了 我们谁都别想出去 可如果我们现在离开 那就前功尽弃了 我们可以再找机会吗 不行 机不可施 如果你们谁要是觉得不妥的话 现在就离开 我一个人去干 等等 不就是拼勇气吗 我告诉你 我也不是个懦夫 秋姑 我们走 不许动 你们想干吗 把电台交给我 不可能 我不会带你们去的 那我可就一枪把你崩了 姑娘 不是我下落 你要是敢开枪的话 你休想离开这个大院 我不想听你跟我啰嗦 你只需要告诉我 电台在哪儿 你带不带我们去 好 我数到三 一 二 等等 我可以带你们去 不过实话告诉你 外面到头都是我们的人 就算把电台交给你 你也出不去 你也出不去 所以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我不杀你们 我放你们走 怎么样 三 碰到 我带你们去 把电台交出来 把枪放下 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他 把枪放下 放下 英子 丘公 捆了他们 事后 干脆把他捆了算了 不行 得留着他 不然的话 我们出不去 我们出不去 不好 有空军 这个人 没有 把枪放下 那边 当天 撞到了吗 还没有 别动了 来不起的 赶紧走 别动了 来不起的赶紧走 我们上了黄会长的档了 车根本没来 是小杜 过来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半夜就进来了 你们都过来 是不想让今天把咱们一锅给端了 县城府里面肯定有车 有车有什么用 没人会开 我知道怎么开车 真的 行 带着杜舱友去试试啊 快 好 走 小心啊 走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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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勇上 开车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青春无悔 相爱太美 就算千山万水 勇敢的心无所谓 他梦见你 不会放开你 相依相守在一起 他抱着你 不再放开你 这是我们的传奇 Zither Harp 我抱着你 不会放开你 相依相守在一起 他抱着你 不再放开你 这是我们的传奇 这是我们 永远的传奇 情 情 永远的传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